有一個地區 那個地方到了晚上的時候 有許多的生物在那山頭上面 但一夜之間 他們全部都死亡了 死亡的原因為何 許多人就開始感到質疑了 有些人說可能是外星人 來到了地球做生物實驗 但有些人說這個死亡 對於這地區來說 其實是個不好的徵兆 我們要跟大家講到 是尋入大量的死亡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因為很多時候生物大量死亡 我們都會很好奇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對 這一次的話是在挪威 他們其實是一個高原 可以說是那邊最大的 巡露吸息地 最多的話可以有 上萬隻的巡露在那 給大家看一下畫面 可是這麼多 有沒有發現觸目驚心 大家這樣子 這個空拍的畫面看下去 你看到一個一個白色的 一個一個攤在地上的 竟然都是巡露 老師 誰殺了他們 這麼多的巡露 全部都倒在地上 這個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目前不知道是誰殺的 而且看起來也沒有血 看起來也沒有什麼 沒有血血神秘的死亡了 對 而且他們其實 其實發現就是有323頭左右 然後巡露就莫名其妙 就全部死掉 大家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只是說他們現在初步的結論 竟然是什麼 什麼結論 竟然是 這一些是被雷劈死的 不可能吧 這麼大一個面積 這麼多的巡露在那邊 你劈要去劈死一隻就罷了 沒有錯 300隻倒在那邊 那不就很怪異了 所以這個就很奇怪 而且如果雷密集的不斷地打 巡露難道沒有辦法逃嗎 他們難道往下跑不就好 當然可能這個地方 也沒有什麼地方好遮蔽 可能對他們來說 路他這樣站起來 一 兩公尺高 就已經是獨立的突出物了 但大家還是很怪 而且立剛你說的沒有錯 他們當地的專家來分析的話 他們也覺得 我們過去曾經有過 這個洛雷打下來 然後把牛隻把羊打死 可是那大概是10來隻20隻 你說這個300多隻 而且大家看一下 其實散在還滿大一個範圍之內 打雷 雷擊的話 也不可能有這麼大範圍的破壞 密集的都這麼準的 打在這個地方上面 所以其實目前的說法 還是很怪 當然也有人說 因為他們可能是雷擊的時候 然後他們嚇到 全部擠在一起 可是老師 你想 然後接下來 一隻巡路如果倒在地上 我們算它是一個 兩平方公尺的這個面積 沒有錯 一隻巡路那麼大 一隻巡路100多公斤 那麼大一個面積裡面 導了這麼多巡路 雷打在這麼大一個範圍 我們算計算給大家來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 那到底他們是因為一大堆擠在一起 所以雷打下來之後 然後就全部一起倒墊 全部一起昏倒 全部一起死亡嗎 這也不可能吧 對 目前看來還是很匪夷所思 不管我們怎麼樣 試圖要去解釋 但是我們講到 大規模的動物死亡 其實就是會透露的 很特殊的訊息 我們帶大家到 大概是2009年左右的智利 那一邊的話 他們其實竟然接連的發生 四種生物的大量死亡 我們就可以看到 畫面上有沒有發現 整排的 這是應該是企鵝 應該是很可愛的小組 可是企鵝為什麼都倒在那邊 結果沒有想到 竟然大概有1200隻的企鵝 就這樣子死掉了 然後大家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大家以為這個怪獅就結束了嗎 沒有 在企鵝上千隻死亡之後 結果接下來是 上百萬條的沙丁魚 有沒有發現 而且全部死掉 你看這個要怎麼撈 而且大家想想看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船停在那邊 對 你根本看不出來哪邊 潛水區全部都是魚 而且更可怕的是 這麼多魚死在這邊 它連岸上都是這樣 那個腐臭的味道 你知道嗎 那個大家真的沒有辦法忍受 附近的學校都停課了 因為真的非常恐怖 因為連鳥都吃不完 對 而且接下來不止 上百萬條的沙丁魚 接下來是什麼 接下來是紅鶴 紅鶴也會死 紅鶴沒想到很怪 紅鶴沒死 但是紅鶴既然大規模的棄草 那不對 他們如果棄草 那小的鳥怎麼辦 對 紅鶴其實他們有一個習慣 會群居的大家一起來繁殖 結果他們棄草之後 客人家去看 奇怪 還有2000個蛋 那些小鳥都還在 對牠們來說 繁殖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 就是牠們什麼原因 導致牠們集體的棄草 2000個蛋就沒有青袋去孵化 就沒有人照顧 就這樣子死掉 以為結束了嗎 還不止 還有大型的鳥類啼湖 大概有60多隻也是一樣死亡 所以其實大家就覺得很怪 像這種一連串 而且接連的生物大量死亡的事件 還是那一句話 透露著詭異又死亡的氣息 接下來我們講另外一個 是更可怕的事情 它甚至要讓這個生物絕種 我們要講的是一個 很特殊的羚羊 叫做高鼻羚羊 或叫賽加羚羊 牠曾經在大陸的境內有非常多 可是因為大家要牠的腳 結果抓到大陸的境內 幾乎已經絕種了 現在最大的主權在哪裡 在中亞的卡薩克斯坦 就是我們講哈薩克那一邊 但是畫面上大家有沒有看到 你不是說這是保育類的數量 很珍貴嗎 誰殺了牠們 就怎麼挖了一個大坑 一隻一隻往裡面丟 原來牠們竟然發現 在去年5月的時候 沒想到突然不知道怎麼回事 竟然在數小時之內 甚至在一天之內 整個族群會全部死光 可是有什麼樣的因素 就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而且牠們發現 在兩個星期之內 死了12萬隻 剛剛是300 120隻就不得了 你居然說死了12萬隻 大家可知道嗎 全世界只剩下大概26萬隻而已 26死了12 那不是只剩下 快死一半了 大家以為很可怕有沒有 災難還沒有結束 到最後竟然死了20幾萬隻 也就是說超過80%的 全世界的高比林陽 竟然全部都死亡 你這樣算起來 剩不到2 3萬隻了 大家就覺得很害怕 你剩下族群這麼少 大家就開始擔心 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牠死亡 當地馬上就有人說 當地有一些火箭發射 是不是跟火箭發射有關係 所以你意思說火箭發射的 燃料的毒物嗎 沒有錯 但是大家認為不可能 火箭發射不可能只單獨死 這個物種 是不是因為被細菌感染有關 因為解剖之後發現 他們其實內出血等等 可是細菌會導致 這麼可怕的疾病嗎 因此目前的說法 是一種複合性的災難 因為氣候的變遷 導致細菌的蔓延 導致疾病導致大量的死亡 總之是一連串的厄運 但是不管怎麼樣 死亡是一個真實的事件 所以其實不要再有這種可怕的 大規模死亡事件出現